這邊有黑桃A到K 紅桃A到K 草花A到K 房田A到K 整副牌按照了新牌的順序排列 就是這個牌買來就是這個順序 而第一步我要把它洗亂 為什麼我把它洗亂呢? 因為接下來跟各位科普一件事情 就是出去不要隨隨便便跟不認識人比 因為永遠不知道洗牌的人是什麼人 看我這樣洗牌好像洗得很亂對吧 其實都是有技巧在乎的 尤其是有些賭場他們會這樣洗牌 把牌這樣蓋著 然後把它這樣合起來 看起來好像很亂 但其實呢 洗得跟沒洗過一樣 A桃A到K 紅桃A到K 草花A到K 房田A到K 幹嘛想當老千啊? 發牌的人其實你要小心 在老千的這個專業的術語裡面 有一種行為叫做 就是玩牌玩到一半的人 會偷偷在骨骼牌後面做上記號 所以他在發牌的時候 他可以看到下一張就是他要的牌 這種情況之下 比如說黑桃A 之下他要的牌 他可以選擇在發牌的時候 不把黑桃A發出去 看起來好像是正常的發牌 但其實黑桃A一直給它去下面 然後我們靠近你們看 這個手法叫做Second Deal 其實發牌的 發的時候不是發最上面的一張 而是發第二張牌 正面看看就知道了 可發的是第二張 但如果是背面向上 而且速度很快的話 其實是根本很難用肉眼看得出來 很難用肉眼看得出來 你如果遇到專業的老千 牌在他手上 他可以知道 如果你遇到專業的老千的話 他這個鋪牌拿在手上 也有可能 他每一張鋪個牌的位置 他都瞭若指掌 怎麼樣 不要緊